亲爱的你 宋明一个人坐在肥冷脆的大教堂里 心里有种幸福的感觉 很想问上帝 人为什么要自寻烦恼呢 亲爱的你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来到沙漠 距离我的梦想好近好近哦 我和一群陌生的 而且来自于不同国家的人 我们围在沙漠里面一起烤肉 一起数星星 然后很舒服地说再见 亲爱的你 现在的宋明在法国的蔚蓝海岸 虽然我的四周呢有点杂乱 但是海的颜色 还有声音都一再地感动了我 那一片蓝 一望无际 而且交织的一幅美丽的音乐图样 我突然想把这一切 全部都收藏起来 就从我的部落格开始 让生命更丰富 更伟大 我们没有因此忘了谁 或忘了哪些事 但是现在我们都会记得 宋明的音乐部落格 一个人的旅程可以走得多久 那么一个人的梦想呢 可以多么长多么的远 欢迎全国的听众朋友 以及我们所有的这个华人地区 全球华人地区的朋友 如果您现在正在上网的话 真的非常欢迎您收听 中时电子报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 三点半到四点钟 中时alive为您所制播的 宋明音乐部落格 我是宋明 讲到这个旅途哦 其实我想到 我过去的这个旅途呢 从美洲到欧洲 那么甚至呢 还有像这个我也去过撒哈拉 那么另外一下澳洲我也去过了 那么亚洲很多的国家 也慢慢地走了 经过了这些不同一些城市的旅游 奔波 然后呢 自己在这个工作岗位上面呢 完成了自己一些 蛮喜欢的一些广播的作品 那么其实也算是蛮挚爱的一些工作 那么我想有的时候呢 面对录音室 我的心情是很满足的 因为我觉得人生呢 就要去实践 而且要勇敢地完成 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来自于不管是 每一个陌生的城市 陌生的朋友 对你的一些寄情寄予和祝福 都是一样的 而今天呢 在我们为听众朋友安排的 宋明音乐部落格当中 每个礼拜四 即将为听众朋友献上的 就是您非常期待的 魔幻的音乐旅行 我们与克里斯里相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真的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 可是呢 以我们身在台湾的朋友来讲的话 大概只能够听到了这个 好像是一个小女孩 和她的父亲和母亲之间的这个对话 但是她歌词的这个争议呢 我们今天在宋明的音乐部落格当中 我们进行的单元是 《魔幻的音乐旅行》 《克里斯里旅游作家》到节目当中来 要跟我们介绍一下这首歌曲 好好听耶 很好听耶 很好听对不对 对 非常好听 对 这首歌叫《吉祥三宝》 就是说她的 就是女儿 爸爸妈妈的一些对话这样子 可以感受得到 对对 所以小女儿就问爸爸妈妈 就说月亮星星是什么这样子 然后爸爸就跟她回答 就说《吉祥三宝》 然后小女儿就问 她说妈妈 那绿月花朵跟果实是什么这样子 然后她就说《吉祥三宝》这样子 然后最后小女儿就问 那爸爸妈妈和我是什么 她就说是《吉祥三宝》 也就是他们三个 基本上就是宝 《吉祥三宝》 听了这首歌曲 觉得很感动 虽然是一首轻快的歌曲 这首歌曲是一首蒙古民谣 蒙古歌曲 那它叫做《吉祥三宝》 所以今天的我们的 魔幻的音乐旅行 带大家一起去感受一下蒙古 谈到这个蒙古 其实我对它当然不可能去了 可是蒙古要怎么去 现在这个蒙古是不是已经 已经算是一个自治区了 所以一般来讲去蒙古 容不容易呢 蒙古现在有分外蒙跟内蒙 对 那内蒙的话就是属于 大陆的领地 那外蒙的话 它就是已经是独立的这样子 对 现在去也蛮方便的 就是飞机直接飞到北京 或是石家庄 它是在河北省 然后转呼和浩特 就是内蒙的首都 但是因为现在蒙古 它已经是非常高度的开发了 对 就是说市区的话 你感觉不到那种 天苍苍野茫茫 风吹沼地 见牛羊这样子 所以它必须要再从首都那边 再搭车上草原 是 所以草原还是必须 还要再多一道功夫 才能够看到所谓的 我们一般来认定的草原 对 克里斯底去过蒙古几次 一次还是 有几次的一个 是 有几次了 是 所以其实去蒙古旅游 算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经验吗 还是一个很艰苦的经验 对 所以就是你讲到重点的 就是我们台湾人呢 根本没办法接受艰苦的经验 所以 所以到了这个蒙古之后呢 你会 你其实也没办法感受 感受到非常原野的一个地方 比如说你想到蒙古 你会想说晚上住哪里 对 蒙古包 住蒙古包嘛 对不对 对 那蒙古包的话就说 那他们当地人住的蒙古包 哪有卫浴设备啊 哪有冷气啊 那怎么办 所以我们现在我们旅客住的 都有冷气啊 都有床啊 对啊 你知道那个是完全感觉不太一样的 为了符合我们台湾人的胃口 是 对啊 好 今天呢 克里斯里的这位旅游作家 为我们来介绍的就是蒙古的魔幻旅行 那小克 我们先想想看 今天在蒙古的魔幻旅行当中 第一个问题 我想要请教 就是说 谈到这个蒙古包 就是我们对蒙古的印象 还有一个骆驼 因为过去我看了一部电影叫 骆驼 骆驼不要哭 对 其实骆驼你知道 母骆驼生了小骆驼之后 它不见得会接纳这个小骆驼 它觉得这个小骆驼是一个 怎么会突然突然出现了一个怪物 所以蒙古人 他们会帮助这个小骆驼 和母亲互相的认识 然后进而产生那种感情的一段故事 然后我开始发现他们的这个生活 所以我想蒙古的十一柱形是值得 让我们去好好的推敲的 然后我发现蒙古包 大家以为台湾的这个蒙古包 好像是在里面吃蒙古烤肉而已 不是 它里面蒙古包有客厅 好像有那个 还有椅子可以放的 所以你自己进去过蒙古包 给你什么样的感受 对 那蒙古包它是由架木 像有一些 他们当地的一些专属的一些建材 像汗 然后污泥 套脑 根本所组成的 然后呢 外面就要覆盖一些羊皮 做成的一些顶毡 围毡 然后呢大概 如果说以他们的技术的话 快的话 大概一个小时就可以架设完成了 是 因为你知道蒙古 它也属于游牧民族 所以它建的这个东西 它必须要迁移的 对 蒙古包多大 蒙古包的话 应该说几瓶啊 因为可能 四五瓶吧 哦 才四五瓶 对对对 不大不大 可是感觉上好像蛮大的感觉 对 因为你要随时要应付迁移啊 你不能说盖一个永久的一个 蒙古包在那个地方嘛 嗯 对啊 有没有那种永久的蒙古包 可以让大家去看啊 去住的 就是现在旅客去的地方 就是永久的蒙古包 然后旁边还有一柜 蒙古包的啦 它已经是那种水泥盖的蒙古包 就是让你要体验的那种感觉而已啦 这样会不会让人家感觉到有点逊 嗯 但但 因为我们要这个旅游品质嘛 对 你住在蒙古包里面 你也不能洗澡啊 是 对啊 好 那我想这个住的方面来讲的话 台湾旅客不用太担心 到那边你可以住到 现代化的卫浴设备 对 可是吃的部分 你可能就必须入境随俗 因为你那边绝对不可能吃到 那个鹅啊煎 还有或者是说臭豆腐 对对对 所以你必须要入境随俗 去吃他们的东西 因为蒙古的话 他们就是大口喝酒 大口吃肉 肉呢 就是羊肉 对 那酒的话 就是一些青柯酒啊 马来酒这样子 就是他们个性是非常豪爽的 你知道吗 所以到那个地方 你不要告诉我你要五星级的料理 草原上面能有什么东西呢 一棵树都没有 对不对 所以有没有青菜 有没有水果 对青菜水果 我们必须要从首都那边 就运上去这样子 所以那条件没有那么好 但是我想说你们来蒙古 最主要的一个体验是什么 就是说你要体验原始的呢 还是就要跟都市一样 那如果跟都市一样的话 那我们就不要来蒙古就好了 去日本东京好了 对对对对 所以它不同的旅游的一个形态 所以如果说你到蒙古的话 要有一些心理准备 就是说我就是要去体验大自然 我就是要去寻访他们的蒙古的一些游民族 到他们的那个民宰里面去体验他们的生活 是在这个蒙古的这个大草原 跟我们上次所介绍的九寨沟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那其实克里斯里算是一个 我觉得你算是一个蛮能够去感受你身旁的一些环境的一个人 你对于蒙古的给你的最大的感动是在哪里呢 蒙古就是说因为我们去的地方都是一些旅游的景点 当然我们觉得说我们可以在深入里面到外蒙 对对对 去以前的巴西军马 就是骑着马就是到了蒙古去旅行 那很豪迈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但是旅客的话不太可能啊 是 通常是巴士马里站在定点 然后你看到那个就是那片的草原这样子 那不然的话就说我们到那个地方大部分是骑马啦 马跟羊啦 我倒是很少见到骆驼 哦真的吗 对 因为我不晓得它骆驼是在哪一个部分 大部分都是骑马嘛 对啊 蒙古族以前就是骑马打仗的啊 沉济思海那个有没有 蒙古的草原啊 对对对 大草原 塞外的那种豪迈 那种感觉 那是完全我觉得值得去体会 是 它其实那种感动是跟韭菜沟是不一样的 它会不会让人家觉得有一种 兴奋或振奋的一种感觉 因为我觉得说它也是一个杜金之旅啦 嗯嗯 什么叫杜金之旅呢 譬如说你到了纽约之后呢 你只是一个feeling有没有 人家问你说你有没有去过纽约 有有去过了 他觉得啊你好厉害哦 对 那蒙古也是一样 就有点杜金这样子啦 是 所以你到了你有没有去过蒙古 有有有 这句话讲出来就感觉质感不太一样 就说哎你好厉害 去过蒙古耶 连蒙古都去了 对对 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杜金之旅 是 但是呢就说整个旅游环境来讲的话 就是说 当然有比它更好的地方 也有比它更不好的地方 是 那看你的心态 是 克里斯底曾经在自己的网制当中呢 谈到了蒙古哦 你里面呢除了这个大口喝酒 大口吃肉之外 蒙古人有没有点心啊 因为其实这样住起来 其实有点恐怖耶 如果光是只有肉和酒的话 对 呃因为那个地方的话 大概就是一些奶制品啊 像一些像 呃 洛淡子啊 一种奶酪 嗯 然后奶渣 它是不是就是骆驼的奶啊 羊奶 哦 羊奶哦 对 骆驼有奶吗 我不晓得骆驼有没有奶耶 对 就是羊奶 就是羊 好救一下 或者是马奶这样子 对 那像爱日格啊 它就是一种酸马奶 啊 那葫芦达 它是一种奶豆腐 当然最有名的就是什么 嗯 酥油茶 是 对不对 茶吗 酥油加那个 茶加那些 牛奶啊 就是奶制品的 就是有点像奶茶 是不是 对啊 就是他们都吃那个沾巴嘛 嗯 还有那些酥油茶嘛 嗯 因为这个东西热量高 嗯 那草原气候变化快 变化多 他们必须要很大的一个热量的提供 是 所以 那也没青菜嘛 对 就吃一些像酥油茶 然后沾巴这些东西 是 所以草原的这个 呃这个气候变化快 有人说草原一年 一天的话 有一年四季的分别 哦 真的 因为呢 形容一下吧 我有一次去那个地方 就是说我在呼和浩特 就是他们手入那个地方 我还穿短袖T恤你知道吗 白天 晚上的话他有一个够火晚会 就是说他会准备一些 当地原住民的一些 呃 歌舞给我们 给我们欣赏 然后就是下雨了你知道吗 就气温就降到 就好像十度以下 也好冷哦 所以 所以你没有带衣服的话 去那边基本上就感冒了 所以一定要就是白天 有白天的穿着 对 晚上有 那入夜了以后可能天气会更凉 对会更凉 因为那个地方的草原的气候变化 真的蛮大的 是 在这个蒙古哦 我还常常听人家说 倒有一个叫哈达哈达的 对 仙哈达 仙哈达 哈达它不是一个地方 它是一种领经 就是一种献哈达 对于就是说前辈的一种尊敬 那你觉得说 比如说他可能是一个歌者 那他歌唱得非常的好 你就献一个领经给他 那如果说他这个人 他上面他的 他有很多领经 比方说他很受欢迎 因为每个人对他都可以 是一种尊敬 献哈达给他 是 台湾的朋友要到蒙古 在之前的这个旅游的准备上面来讲的话 你通常是如何的建议呢 当然的话 觉得说基本药品一定要的嘛 对 对不对 然后呢 就是说你可能 我这个我最在意的 对对对 然后呢 到那个地方 我觉得现在跟旅游团的话 你只要把自己的穿着 你的一些 基本的一些 个人 私人的一些药品 带起就可以了 都会有人帮你打点的 没有问题 是 但我们今天要讲的话 就是说 我问你一个问题 因为草原嘛 一望无际 对 但是你怎么知道东西南北 紫北针 紫北针 那么麻烦的 那我如果是蒙古人 每天拿着紫北针去说 我家在哪个方向这样吗 就是它也没有红绿灯 对不对 然后也没有道路 都是草原嘛 所以没有方向的 对 你就想象说 你是在一个 一望无际 四边都是草原的一个状况 那完蛋了 对 那你根本分不清东西南北 所以他们怎么去分别呢 就是用敖包 敖包 敖包是那种石头组成的 所以你就会知道说 你们家的方向 或是东西南北这样子 所以它有很多功能的 就是说它除了 就是说有一个方向之外 也是他们 就是说 祭拜的地方 是 所以敖包 敖包是 你刚刚说用石头组成的一个 对 就把它堆成像山丘一样 对不对 然后就放一些旌旗 放一些哈达在上面 是 那最主要的 就是说这个地方 也是年轻人相会的地方 是 对 像我们都约 跟女朋友约在说 台中火车站 或是台北火车站的 火字下面 对不对 什么地方 那他们说我们约在敖包下面 是 对 所以有那么一首民谣 蒙古民谣叫 敖包相会 对 然后呢 这个是 也是蔡琴最新出的一张专辑 在大陆出的 那觉得蛮不错的 那它就叫敖包相会 我们大家来听听看 是 今天呢 我们魔幻的音乐旅行 非常感谢 知名旅游作家 克里斯里 到节目当中 跟宋明一起来介绍 我们的蒙古 非常感谢克里斯里 我们来欣赏 这一首蔡琴的 敖包相会 谢谢 你为什么 还不倒来 如果没有 天上地予水呀 海棠花 不会自己开 只要哥哥 你耐心地等待呀 你心上的远远 就会跑过来 游泳 Zither Harp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 身上了天空啊 为什么旁边 没有云彩 我等待着 美丽的姑娘呀 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 还不倒来 游泳 如果没有 天上地予水呀 海棠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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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自己开 只要哥哥 你耐心地等待呀 你心上的人们 就会跑过来 游泳 就会跑过来游泳 中时电子报 中时 中时 为您进行的节目是 宋明的音乐部落格 那么刚才呢 在克里斯里的 魔幻的旅行当中 让我们一起去寻找 属于爱的代价 的梦吗 像多永远不凋零的花 陪我经过那风吹雨淌 看世事无常 看沧桑变化 那些为爱 所付出的代价 是永远都难忘的啊 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花 涌在我心中 虽然也没有它 走吧 走吧 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 走吧 走吧 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 走吧 走吧 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 也曾伤心流泪 也曾黯然心碎 这是爱的代价 你知道吗 跟你讲一件事情 我不怕你会笑 其实有的时候 出国就算是短短的十天 十二天 或者是一个礼拜 十四十五天 我有时候都会疯狂的想家 不晓得为什么 每天都很想离开家里面 到一些远的地方去 可是呢 去了那些远的地方以后呢 就会深深的去怀念 自己所出生的 或者是自己所熟悉的 一个环境 其实我最开心 每次旅行的时候 都是跟我从小一起 长大的一些朋友 然后呢 在旅途当中呢 其实都是回味一些 小时候在眷村 发生的一些 蛮值得我们去回忆的 一些浪漫的情势 而不是讲的是 男欢女爱的那种浪漫 我们都是青梅竹马的好朋友 可是呢 后来适时呢 在发现呢 自己总是在独处的时候 那么其实 不管是旅游也好 音乐也好 工作也好 事实上一直是埋藏 心情最好的一个空间 我有时候在生活当中呢 把这种悲喜哀愁 全部呢 非常妥当的 用一块心情布 然后把它包装的 妥妥贴贴的 放在我心里的 最角落的那个部分 然后在那个空间里面呢 我觉得我很奢侈的 包含了全部的自己 然后还有 不愿意被轻易 被你看到的一些 属于我们个人的私生活 其实呢 想想看哦 走那么多路 到了这么多的一些国家 去访问了一下 那自己才发现哦 自己曾经走过的 这条路上面 爱所付出的代价 是何等的大 何等的伟大呢 我今天呢 在节目当中 为什么在 魔幻的音乐旅行之后 要为听众朋友 来介绍李宗盛 所演唱的这首 《爱的代价》 那么李宗盛 在所有的音乐人当中 其实一直 很多音乐人 都称他为大哥 事实上他真的是大哥级的 他只要他一声令下 很多的歌手 都不敢不从 比方说唱歌的这个部分 那他自己的这个专辑 常常到了一些不同的城市 去做完成 李宗盛的这个足迹 当然最近都在上海 但是他早期的时候 很喜欢到吉隆坡 香港 当然台北是他的发源 那么像美国洛杉矶 还有像温哥华等等 都是李宗盛的 最常驻足的一些城市 那么到了这么多一些城市 去完成属于他的音乐 他自己在这个音乐的 旅程的部分 他也有属于他自己的心情 我记得有一次 李宗盛告诉大家 他一个人在吉隆坡 然后写曲子的时候 突如而然的吉隆坡 来了一阵大雨 当时呢 他把那种雨声 还有他的心情 写在他的故事当中 结束了在台北的演唱会之后 我飞往马来西亚 进行这张专辑的录音工作 可能是知道自己 将要离开一段 长时间的关系 这次工作中 所经过的每一个城市 都给我和以前 不一样的感觉 而当我每完成一个阶段的工作 要离开那个录音室 奔向下一个城市的时候 我的心里都在想 啊 可能好久 都不会再来这工作了 那是一个很奇怪的心情 我终于要离开昏天暗地的生活了 但却又是如此的依依不舍 不舍于牵绊了自己那么多年的 那个幽暗的空间 不舍于那些和我相处的时间 多过于我和家人的工作的伙伴们 早春三月的台北 仍然略有寒意 而吉隆坡 却每天下午都有热带的雷雨 在3月4号到3月13号之间的某一个下午 我录下了接下来这段的雷雨声 现在听起来 仿佛我当初是想用声音 来记录一个音乐人的旅途中 某一个城市的 某一个午后的 落寞心情 我想那种情绪跟宋明呢 我们在魔幻的音乐旅行当中 所想记录的那种感觉是一样的吧 都是一个城市不同的一些心情 每次到了一些城市以后 我想克里斯里带跟宋明也有同样的感觉 去到这里以后就不晓得下次还有哪一个机会 还可以再度的回到这个城市 然而我们都是爱这里的 我们爱我们所生长的地方 我们爱我们所旅游的一切 我们爱我们的心情 所给我们的一切的感觉 今天节目最后就让我们 为听众朋友来献上 终身大哥所带来的这一首 我是真的爱你 一首非常有感情的作品 那么这一张 这首歌曲是他在吉隆坡所完成的 希望您会喜欢 明天同一个时间不要忘了 明天我们要在节目当中访问音乐人 他并不是血腥音乐人康康到节目当中 跟我们介绍他最新的作品 我是宋明明天见 拜拜 我处处见你 人群中独自美丽 你仿佛有一种魔力 爱歌我竟然无法言语 从此为爱受委屈 不能再躲避 于是你成为我生命中最美的记忆 甜蜜的言语 怎么说也说不逆 我整个世界已完全被你占据 我想我是真的爱你 我是真的爱你 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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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全心全意 等待着你说愿意 也许是我太心急 竟然没发现你眼里的忧郁 只是你又何必 恨心将一切都抹去 你决心飘然远离 连道别的话也没有依据 请让我随你去 让我随你去 我也陪在你的身边